高雄的重大槍擊命案 丫頭重彈身亡 警方正在說明 帶你了解 在今日11時50分許 攜帶作案槍支 至左營分局投案 那我們初步了解 本案是債務糾紛所引起 自楊賢持槍 朝被害人腹部射擊兩槍 那被害人送醫救治後不治死亡 目前專案小組 正針對楊賢公訴的內容 及交付的射案槍支兩支 子彈42發 將持續的查證 並追查來源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 秉持訴犯言辦的原則 對暴力犯罪林容忍 預案必訴查 言辦到底 持續向上溯源 追查共犯及幕後支持者道案 以捍衛高雄市治安 保障民眾安全及生活環境 市長可以問一下 就是債務糾紛是哪一類的債務 然後它的這個金額 大概是多少 那我們初步了解是 賭債糾紛 那金額大概數十萬元 那雙方彼此之前就是都認識嗎 那目前這個部分 我們還要等 嫌犯徵詢後才能了解釐清 那除了債務糾紛之外 之前還有什麼樣的糾紛嗎 因為他好像是有計劃性的開槍 那目前我們還在針對我們扣案的證物還有後續的犯險的一個徵詢內容來做釐清 有人接應或是供犯嗎 那目前我們警方也迅速調閱了相關的監視器 那初步 看起來是藝人獨自方案 超手有沒有說他為什麼會知道這個死者會在這個地方 因為兩個都是屏東人嘛 那來高雄這邊方案是已經事先就知道他的作息嗎 那這個部分我們現在也在釣一些的監視畫面 還有相關的一個科技的一個記錄來做一個分析 丫頭是不是常常去那一間電銷銷 那這個部分我們也在釣相關的監視器再釐清 他當天是去做什麼什麼時候去啊 然後幾點的時候 還有看誰去 那我們初不了解是當天是當天去的 但是他什麼時候去的部分 我們還在釣相關的監視畫面來做釐清 他的時間點是他剛好就被離開嗎 那因為案發地點是在停車場 他已經離開那個場所了 問一下槍所有什麼特殊的背景嗎 那槍支的來源目前他有說明嗎 那我們初步 我們初步在 目前還在釣約相關資料來釐清 那他後續的一個一個槍支的 我們在 我們現在已經查扣了一個相關的證物 那我們後續會結合跟犯嫌的一個徵詢內容 來進行釐清 有沒有懷疑可能是背後有人執行 那這個我們 經過政府的一個鑑定 還有犯檢的一個公訴 我們再來 做擴大向上 溯源偵辦 那剛好之前在屏東 另外一個檸檬有破解 那到底這個嫌犯跟檸檬有什麼關係 那這部分我們目前還在查證中 那我們初步查過的兩支 我們初步鑑定 他是一個改造的槍支 那後續這部分 我們還要經過我們的詳細的鑑定 那嫌犯他到底總共開了幾槍 那他是不是有 為什麼離開之後又要回去再補槍 那我們現場是十貨六顆蛋殼 那目前同仁也迅速到現場 調閱相關的監視畫面 來釐清他總共開了幾槍 那開槍地點是在進行什麼 那目前我們的開槍地點 是在停車場裡面 那我們這個部分也在 在調閱 那看他是 之前去什麼場所 我們來做一個分析和釐清 目前被害人跟槍手 好 觀眾朋友帶您關注 高雄的重大槍擊命案 目前高雄市行大出滅說明案情 死者是屏東的腳頭鴨頭 而楊姓的槍手是屏東人 他是一人犯案 而針對他在停車場埋伏 對這名腳頭腹部開槍 那麼由於這鴨頭 他腹部中了兩槍之後 傷重不治身亡 不過今天中午接近12點多 這名槍手自行投案 攪出了兩支槍支42發的子彈 那他跟警方攻撐 跟死者這名腳頭鴨頭 有數十萬元的債務糾紛 但是詳細的作案動機 警方還在正在釐清中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